各位网友在家欢迎收看许到来 我是老许 如果那天没订阅我频道的话 欢迎订阅我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节目更新的话就不会错过 好 谢谢 来 佟丽娅 有人说了佟丽娅你怎么不聊呢 其实这个没什么好聊的 佟丽娅呢 说句实在的 这个 什么都没有说 什么都没有报 完全就什么都没有 完全是谣言 所以我这个节目 这期节目是用来辟谣的 不是用来吃瓜的 如果你要吃瓜的话 对不起 我这期什么都没有 聊聊佟丽娅吧 佟丽娅呢 这个和这个中宣部副部长盛海雄 这两天呢 传的是盛宵成上 对吧 是纷纷扬扬扬的 整个的这个绯闻 盛海雄的话呢 算是习近平的这个比较啊 这个好像亲信的这个爱将啊 除了就是中宣部副部长呢 还是这个中央广播电台的这个副台长 台长啊 不副台长 应该说呢 这个也属于是挺大的一个官了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本是什么都没有啊 有什么呢 这一个是一个是离了婚的 一个也是离了婚的 两个离了婚的人现在在一起 就算结了婚 这不也没什么吗 用得着这样传吗 说句实话 我是觉得啊 大家目前对于所有的这一类的八卦的新闻啊 首先的话 我觉得不是先去讨论 这个背后的背景是什么 而是当你听到这样的新闻啊 首先先要学会闭上你的嘴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知道有一种生物叫1450吗 你看看整个今年中国乱七八糟 对吧 私有私无的这种新闻太多了 什么那个彭帅 对吧 包括张哲瀚的那个案子 现在同利亚又来了 彭帅人家最近一次出来不是说了吗 他说这个从来没有遭受过任何的性情 当然有人说了 你在中国 你说什么都是假的 我就不信 我就不信你彭帅说的 你彭帅有一天逃到海外了 我说这个话我太相信啊 这个就叫抬杠 只要他愿意抬杠 他就抬着 对吧 你管你信不信呢 反正反正目前来说的话 大家明白啊 因为今年整个的这个 处于一个特殊阶段吗 因为我目前怎么讲的 就是解放台湾啊 肯定比预想的应该是要提前一些啊 虽然说吧 我们整个的官方的对外的口径啊 还是和平解放 但你也看出来了 目前整个岛上的这种态度 对吧 蓝的也好 绿的也好 白的也好 花的也好 具备正常思维能力的人 能够面对承认现实的人 说实话是没有的 很少吧 非常少 很多人知道 民进党很坏 共产党呢 确实有的时候 对台湾做了很多的这种 就像爸爸对儿子做的事情 但是问题是 你只要一让他说到这个统一的事情啊 他还是难以接受 因为毕竟自由惯了嘛 你再大再小 你这属于一个独立的 对吧 你说他国家也好 你说他独立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政治的一个 identity 对吧 他是一他是一个独立的这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特殊存在吧 名义上呢 名义上的属于中国 实际上的完全是被美国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掌控着 就是这么一块地方 就是这样的一块地方的话呢 感觉好像很自由 其实自由吗 其实连蔡小姐都不是自由的 哪有自由存在啊 真的自由吗 你说你明天不想吃美国的这个莱猪 你能自由吗 当然你做不到啊 你说你不想打那个高端的疫苗啊 那那也许有可能 对吧 因为五花八门各种渠道啊 你可以跑到大陆来打嘛 对吧 大陆人现在是不能去台湾啊 台湾人可以满世界的走啊 去完美国去法国 去完法国去欧洲 去完欧洲的话 再去大陆 只有台湾人可以满世界的走啊 所有的中国人里面只有台湾人可以 其他的中国人都不可都不可以啊 咱们还是说这个同利亚 同利亚的本身的话呢 首先我要说一句啊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 关关鞠鸠在河之州 窈窕淑女是君子好球 他他本身的话呢 虽然这个戏啊 拍的不咋地 基本上呢 我我看过他拍的一两部戏啊 这演技的话呢 属于能打五分 能打五分的这个演技啊 如果满分是 满分是二十分的话 如果能打个五分左右啊 基本上他的这个戏你就不用看了 不管什么戏不用看了 就属于靠着这张脸蛋吃饭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没什么呀 他们两个人都是单身的状态 这个这个有什么呢 本身也没什么呀 但是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目前的这种舆论场的 这种鱼龙混杂的这个状况啊 我觉得大家要值得关注 总是有这种对吧 过一段时间 而且每一次啊 我发现好像 这个过一两个月对吧 就要炒作一个话题 而且每一次啊 你看都要扯一个什么 和这高官有关的 好像啊 哎 老百姓对这种和高官有关的事情啊 特别的这个 好像哎 兴趣浓烈 对吧 因为正常人一般来说兴趣最浓烈的就两个事情 对吧 一个就是性 一个就是政治 那么这样的新闻呢 就把这两者啊 紧密的这个融合在了一起 而且呢 又有这个娱乐性 对吧 哎呀 这个天油加醋啊 说各种的都有 说什么 其实两个人早就认识啊 根本就不是什么离婚以后才认识的 当时什么陈思辰讲的更难听了啊 说什么 根本就不是陈思辰的问题 因为整个的同利啊 当时很早的就认识了这个盛的这个副部长 认识盛副部长以后的话呢 然后啊 凭着这个关系 主持了这个央视的春晚 然后呢 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关系啊 然后双方哎 撇干净 哎 来 在一起 是这样的 说实话 我觉得这个话呢 反正我是不行 你你真的相信 对吧 有一个男人 不管说 怎么样 就最后把自己老婆就就这样交出去了 卖掉了 你信吗 这这 不太可能吧 不管对方是一个这个三六九等 如何的这个人物 最后就这样交出去了 怎么可能呢 就像当时传彭帅那个新闻一样 对吧 说那个张高丽的这个夫人 还在外面给他们把门呢 还可能吗 动动脑子好不好 你觉得可能吗 所以有些东西啊 这个你知道人有一种这个八卦的心态 在那个添油加醋的过程中 他会把这个情节给你完善了 这是人的一种本能 因为人喜欢吃瓜嘛 对吧 不光是夏天 现在的话呢 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吃瓜啊 今年这个瓜太多了 简直就像流行雨一样啊 每一个下来的这个瓜是又大又脆啊 但结果的话呢 你发现啊 全是浮云 你像那个 你像那个 刚才我 我说了一条 这个陈璐和霍尊的 就证明完全是就是 就是胡说八道吗 你从那个张哲瀚的那个事件 你就知道是个炒作 对吧 彭帅那个事件完全就是一个故意的一个 也是炒作行为 为什么同意啊 这个事件你又忘了呢 当然这个事件 还有可能就是一个炒作啊 你不知道1450这个东西 一直是上蹿下跳的吗 只要我就跟你说了 哪怕咱们说句难听的 有一天台湾解放了 收回来了 你觉得1450就消停了吗 很有可能是什么什么状况 你像那个什么吴钊瀉啊 什么那个真昌啊 对吧 他也不是假昌 他是真的昌啊 你像那个什么那个蔡小姐啊 很有可能这个到时候啊 第一批对吧 做了那个F16F35的 呜就就就就出去就他们啊 也不管他老胳膊老腿对吧 受得了那个推背力 受得了 受不了啊 很有可能这这些人的话呢 会在海外啊 如果逃得掉的话 成立一个所谓流亡政府 继续啊 这个颠覆抹黑造谣污蔑中国大陆 继继续做了这样的事情 1450还是会在的啊 美国呢 也也乐的做这样一个金主爸爸 继续供着这帮人 你没有别的工作 你的工作就是骂 一定会这样的啊 所以1450呢 将会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存在 而网络的这个舆论战呢 也会是一个长期的存在 我们要适应这种新的变化 我呢是觉得 你像这种这个把舆论封锁掉啊 这种方法 我不能说它好 但是呢 至少说我是觉得在 没有调查清楚 任何的这个事实之前 我是觉得首先还是要去调查 因为目前呢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呢 这个没有听到任何来自于双方 这个当事人双方的这个 这种否认 没有人否认啊 双方目前是不是已经结婚 我觉得没有必要说吧 你让他说什么呢 你让那个盛海雄说什么呢 我和佟丽娅女士 不是小三的关系 我们是正当的认识 有必要说吗 我我我离你那个去了 所以我觉得这种新闻本身啊 不值得这个 好像把它拿出来 当一个事情说一样 所以我这期节目完全是 从一个舆论战的角度 我跟大家来说啊 就是你看这种东西啊 这就是有些瓜可以吃 有些瓜呢 说实话看看就完了 你有些瓜 不管什么瓜都要啃一口啊 我跟你说 总有一天啊 你会不消化的啊 就这种瓜就不要去吃它了 有什么好吃的呀 同利啊 不管怎么样 他整个今年春晚应该是出不来了 对吧 已经主持了几年了 两三年了吧 对吧 今年的春晚应该是出不来了 而且我就说句不好听的 他但凡有事倒也算了 那真没事呢 他不在里面就冤枉了吗 不要冤枉一个好人啊 而且人家就算是结婚怎么样 人家不现在都是单身的吗 怎么样呢 就这种事情我就觉得真是啊 真是 就是怎么讲 每个人身边可能都有那么一帮人 对吧 就是张家常李家短 撒蛤蟆五只眼 他都知道啊 结果一问的话呢 一半一半都是自己编的 就这种人 而且现在的话 你说有1450在里面这个对吧 上下翻飞 添油加醋 大家尤其要小心啊 在没有任何进一步的细节公布出来之前 这条新闻啊 你就当他放了个屁就完了 好吧 这就是我最后的意见啊 好 那么这期节目就到这 谢谢